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的支付方式太便利了 一个发达国家的支付技术还不如发展的国家 这是来自美国人的评价 中国支付行业其实早就已经位列全球第一 以微信支付宝为主的支付方式不仅火遍了中国 还将征服世界 据16年数据统计 中国移动支付交易总额已经达到38万亿人民币 同比去年增长了三倍 可想而知到18年已经增长到多少 而美国的移动支付数据仅仅不到中国十分之一 而且二维码已经在26个国家遍地开花 其中支付宝支持18种境外货币结算 而就在外国人羡慕中国二维码支付时 中国的又一项技术横空出世 今年8月14日 武汉一家商品超市开启刷脸时代 当你买完东西 只需要站在收管机面前扫下脸就可以 全程不到10秒时间 目前已经有70多家商品超市采用了该支付方式 全程自主收银 节省收银人员人力 顾客普遍都非常喜欢刷脸 而且觉得十分便捷 去年支付宝就上线了刷脸模式 并首先在肯德基餐厅上线 不过由于安全隐患 并未大面积推广 今年8月15日 支付宝正式宣布 刷脸支付已经具备商业化能力 将在未来一年内大面积普及 这是中国支付领域的又一大变革 其实刷脸支付的背后 是相关技术的一大创新 刷脸支付是基于一款 脸部识别系统的支付平台 而脸部识别是一种基于人的 相貌特征进行身份认证的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这种技术到底有多强大呢 就算你做了整容 也能从几百项脸部特征中 找到原来的你 随着光电技术 图像处理技术与微计算机等技术的成熟 刷脸支付可以准确 便捷 精准地对你进行身份识别 具有不可复制性 唯一性 就好比这个世上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你 当你靠近收音台时 不仅会对你进行脸部识别 算法系统会自动分析你的生物遗传数据 在数据账户中找到你的账户 这种分析会区分双胞胎 2013年中科院重庆研究院研发人脸识别系统 可以从91个不同角度对人脸进行同步采集 该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公安 安全 海关 军队等多个重要领域 其实人脸识别最早是应用于其他重要领域 刷脸支付只是在此基础上研发的 由此看见中国的人脸识别技术早已成熟 以前我们拿着现金买东西 如今我们拿着手机买东西 再过一两年我们将刷脸买东西 这些背后其实是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提升 科技改变百姓生活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此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 我们将持续为您呈现了不起的中国成就 下期再见